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2月10日 星期五 羅冠聰獲美國拜登邀請出席 全球民主峰會的演講 香港揭起了一大群 這些 共狗鷹犬 不斷瘋狂追擊 用上最多的詞語 其實很久沒有在 香港官員口中說出來 甚至是以前往都沒試過說的 就是漢奸一詞 對於漢奸 我十分有研究 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漢奸的故事 也要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誰是漢奸 香港 這個政權 嚴格來說 最漢奸就是他 我們要跟大家說一下歷史 在上一個世紀 中國的領土上面 中華民國領土上面 出現了 四個漢奸政權 這四個漢奸政權 兩個是由日本人扶持 兩個是由蘇聯人扶持的 也是接受外國勢力的支持 由日本人扶持的 有一個叫做滿洲國 由 由 前清的皇帝浦夷 去做皇帝 滿洲國當時的年號 初初叫做大同 後來改為康德 這是當時的滿洲國的皇帝 不用了蒲夷的年號 不用了孫統年號 我們想再跟大家說一下 第二個漢奸政權 在1940年3月30日 建立的時間 當時 由汪精衛為首 的一個傀儡政權 叫做汪毅政權 當時的名字也叫做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 他是另立國民黨的 當時 也是一個正統來的 和平反共建國 汪毅政權是 第二個日本人扶持的政權 蘇聯扶持了甚麼政權呢 曾經在福建 扶持了一個叫做中華共和國 不過是很短命的 只是幾個月課 另一個比較長命的 叫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1931年 在江西瑞金成立 1931年11月7日 大家記住這個日子 當時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掛著列寧的頭像 列寧就是為了國父 徹頭徹尾的漢奸政權 甚至乎他的漢奸成份 比滿洲國更加嚴重 因為滿洲只是回到他們的祖先的地方 長春 或是東北 他們本身是女真人的地方 其實他們是回歸的 嚴格來說 他們說不算是漢奸 因為他們不是漢人 翁精偉被譽為一個漢奸 而他建立的政權 包括他的內閣 陳公博 周佛海 也被打成漢奸 當然 其後有很多人幫他平反 對於漢奸 我們十分之有研究 我們可以大膽地用歷史的數據來分析 誰是漢奸 這節詳細跟大家說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斬擊廣告 堅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 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有兩個呼籲 第一個就是年近碎版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這個88燒烤 如果經濟好 環境好 訂一個盆菜 做節 如果經濟一般 也沒關係 吃碗麵 吃算串燒 也很感謝你的支持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Patreon問題 希望我們 多一點的網友可以加入我們的Patreon 錢不需要很多 其實 象徵意義是多於一切的 每個月 5元美金 我們是希望我們 堅定支持者 的人數應該有10% 即是40萬訂閱 應該是4萬人才對 現在1%也不到 我覺得 還可以努力 我希望大家努力 我們自己也會努力 我們最近加強了我們的節目 早上8點半 就有早晨的 財經快線 快信 也有早晨的新聞 晚間新聞 也有每天的娛樂新聞 也有遙遙會幫我們拍攝一些專題 社會業華 一些民生的事情 我們可能 會漏掉的 他們幫我們撿漏 我們 兩位主持 Johnny 也會做回一些政治評論為主的節目 畢竟我們 也是 政治理念行先的一個媒體 說回 漢奸 這個漢奸我們真的很有研究 汪精衛算不算一個漢奸政權呢 嚴格來說算 因為在這個實際上來說 他是靠著背靠日本人 那麼他旗下 有很多那些走狗 例如我們今節的標題有寫了兩個 一個叫李氏群 一個叫丁麥川 大家Google搜尋就會找到的 這個就是汪毅 這個76號特務機構 裏面的一個主事人 李氏群 丁麥川 其實就是電影《色界》裏面的梁朝偉 飾演那個 根據這個 外形 根據他的原形 去創造一個人物 梁朝偉在《色界》裏面的名字是逆麥城 拿了丁麥川的麥 成就是湖南城的成 拿了湖南城 因為當時湖南城 就是張愛玲 但是張愛玲好像跟他分手了 他就做了漢奸 據說是這樣 我們要研究一個漢奸 是不是漢奸 要看他做了些甚麼 為甚麼我們現在把香港的政權 可以定義為一個漢奸的偽政權 跟汪毅 是差不多 甚至乎更加邪惡 因為他們 效忠的是一個漢奸的政權 效忠的是一個 殺人的政權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殺的人 比日本人殺中國人 多出起碼5倍以上 甚至乎10倍 而且對中國造成的危害 絕對遠遠超越日本 在八年侵亡 我們看到 當年的中共 在一個39年40年的時代 就已經在南泥灣種鴉片 當時的黃鎮 以及他的359女 開附和南泥灣 砍伐所有的森林 砍伐所有的原始森林 將他改為種鵪叔 提煉鴉片之後 拿出去 國民黨的統治區 賺食 甚至乎拿去 日本的 統治區 拿去上海 天津 拿去一些中國的 富裕一點的地方 售賣 售賣 他們的鴉片 得到很多的錢 賣鴉片 然後就要勾結日本人 當年的新四軍事件 又稱為本南事變 其實就是因為新四軍不斷騷擾國民黨的部隊 直到蔣介石忍不住 下令把新四軍殲滅 所以 這個中共其實是一個勾結日本人 的一個漢奸政權 而當時 他們的 潘漢年 甚至乎 代表中共 跟汪精衛 政府見面 見完汪精衛之後 大家談談如何合作 做一個策略的夥伴 一起 共同消滅國民黨 這是一個 8%的漢奸政權 而 打完日本人投降之後 1945年 當時 有20萬的軍隊 是日本的關東軍 頭身向中共投降 然後 被編入八路軍 最終 這一邊就變成了林彪的二野 第二野戰軍 基本上裏面有大量的日本的關東軍 所以他們的戰鬥力那麼強 當然 當時 不是因為他收編了 這批那麼精銳的 關東軍 林彪哪有那麼好打 林彪當時在抗戰的時候 因為中了槍箱 墮了馬 就去了蘇聯 自餅 到了 日本人投降 回到來執訊 所以林彪是不是戰神呢 其實值得相確的 林彪 憑著他的二野 有20萬的八路軍 這班日夕的八路軍 所向披靡 見神殺神 見佛殺佛 加上 日本的先進武器 當時關東軍投降很多武器 落入了蘇聯手上 被蘇聯扣押了 蘇聯就把這批武器交給中國 交給八路軍 即是二野 所以裝備了 最先進的日本武器之後 二野 就成為一隻虎狼之師 那麼你說 是不是一個漢奸政權 你效忠於他 是不是一個漢奸政權 香港 所以 香港 現在這些局長 經常說人家是漢奸 我們對漢奸最有研究 你們 可以說是一個 不折不扣的漢奸政權 所以 香港偽政權 你們是走不掉的 所以你經常說人家是甚麼 數典亡組 你們是最數典亡組 現在人們 去美國 說話 你們當年怎樣微美 怎樣追求美國佬 怎樣騙美國佬 又說要在中國建立一個美式民主 一人一票 選舉的國家 要有政黨輪替 你們全部騙人 騙了美國佬 不阻止你們打國民黨 然後你們反後 一群全部都是最無口齒的人渣 一群敗類 社會的垃圾 現在被你涉拒了 中華大臂 當自己是正統 你們是漢奸 永遠都是漢奸 這一節 漢奸先說到這裡 接下來再跟大家說其他故事 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